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荷兰对ASML半导体设备的新出口管制 如何重创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荷兰政府近日宣布 ASML必须申请许可证 才能向中国客户提供关键的1970i和1980i进入式身子外 DUV设备的维护服务 这将对中国的半导体生产造成重大挑战 此举不仅是对中国半导体技术的严重打击 也表明荷兰正试图与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保持一致 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而ASML则对这一变化持技术性看法 并不认为会对其财务前景造成重大影响 然而维护服务的缺失可能会迅速影响到中国的芯片产业 因为这些设备在多数半导体工厂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ASML在中国的市场地位不容小觑 自1988年以来已安装了超过1000台机器 然而这一系列的新规定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产业发展 仍未可知 更令人担忧的是 随着荷兰的反击 未来美国可能也会针对中国推出更多限制 ASML的中国市场在2023年已经成为其第二大市场 这意味着任何进一步的限制都将对该公司的全球业务造成影响 究竟这场国际贸易博弈将如何演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荷兰对半导体设备的新出口管制对中国的影响 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在国际贸易领域掀起波澜 也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解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这篇报道来源于南华早报 文章详细描述了荷兰政府对半导体设备巨头 ASML施加的新出口管制政策 特别针对ASML向中国提供某些关键设备的维护服务方面的限制 荷兰外贸和发展部部长雷内特·克莱弗表示 ASML必须申请许可证才能向中国客户销售其 1970i和1980i进入世身子外DUV光刻机 并且还需要许可证来维护和提供这些设备的备件和软件更新 这一举措旨在使荷兰的政策 与去年11月起实施的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保持一致 这些美国的措施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专门针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而1970i和1980i型号正是这些限制措施的重点 这无疑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中国商务部对荷兰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 而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具的几乎垄断者 ASML公司表示 这一新规定在技术上只是一个调整 预计不会对其今年的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当华盛顿邮报试图联系ASML 就新限制设备的维护问题进行评论时 ASML公司拒绝置评 事实上维持高效的半导体生产 维护服务至关重要 因为机器故障需要服务工程师随时处理 在中国 ASML的1980i光客机 已经成为许多半导体工厂的核心设备 其多功能性覆盖了各种制造节点 根据一位熟悉ASML运营的专业人士的说法 失去这些设备的维护服务 将在短期内对中国芯片产业造成巨大影响 自1988年 ASML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已经在中国安装了超过1000台光客工具 和检测解决方案设备 去年9月 ASML中国区经理沈波 在接受国营人民日报采访时 表示了公司的市场布局情况 ASML并未透露这些设备中 有多少受到荷兰出口管制的影响 ASML的首席财务官罗杰达森 在7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仍在关注中国客户制造工厂中的设备情况 然而 与缺乏新型先进光客机相比 维护问题相对较小 根据接近ASML的消息来源 进行设备维护和寻找备件 相对不如从零开始制造光客系统那么困难 2023年中国大陆成为ASML的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台湾 自2019年以来 针对光客系统的出口管制不断扩大 ASML被禁止向中国运送其最先进的 集子外EUV光客系统 这些系统对于制造小于7纳米的芯片至关重要 而1970i和1980i等进入是DUV系统 也需要荷兰的出口许可证 根据荷兰科技杂志Bits and Chips的编辑保罗 范赫尔文的说法 与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相关的现有许可证 将不再续签 未来的申请也将被拒绝 他补充说 如果荷兰开始反击 美国可能会推出更多限制政策 目前 干式DUV设备的出口仍不受限制 这些设备是使用空气而非水 来提高在硅晶圆上印刷复杂电路图案的解析度的旧一代机器 在今年第二季度 ASML对中国大陆客户的出货总额达到了23.5亿欧元 几乎占其全球系统销售的一半 然而 ASML在其2023年年报中表示 由于订单积压严重 公司只能满足来自中国的50%的订单 这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 无疑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造成深远影响 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反映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复杂性和高度依赖性 半导体作为现代科技的核心 不仅是国家战略资源 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 美国和荷兰的这一系列限制措施 显然是为了遏制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崛起 保护其自身的技术优势 从经济角度分析 ASML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布局和销售策略将受到影响 尽管公司表示这些新规定不大可能影响其财务前景 但从长远来看 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治因素的干扰 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中国市场作为ASML的重要客户 如果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维护服务 可能会导致客户流失和市场份额的下降 从技术角度来看 半导体设备的维护和备件供应至关重要 没有这些支持 半导体工厂的生产效率和良品率将受到严重影响 从而影响整个下游产业链 特别是对中国来说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自主研发和生产高端半导体设备变得更加紧迫 最后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科技竞争背后的国家安全考虑 半导体产业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 未来 如何在技术封锁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将考验各国的智慧和策略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 并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和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谢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 荷兰对ASML半导体设备的新出口管制 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先从背景知识开始 ASML是全球唯一一家 能够生产最先进极子外光客机 EUV的公司 而这些机器对于制造先进芯片至关重要 荷兰的这一措施 无疑是一计重拳 直接打击了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命门 根据统计 中国在2023年成为ASML的第二大市场 这些管制措施会让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增长放缓 甚至停滞 我们可以预见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楚天书 你可真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专家 别忘了 中国人可是出了名的能打破技术封锁 你看我们的科技长城 中芯国际 SMIC 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即使美国和荷兰联手施压 我们依然能找到办法 其实 这些所谓的管制更像是一个反向激励 让中国更有动力去研发自己的高端设备 就像古代的三国演绎 曹操的压力反而让刘备更坚定去建立自己的基业 谢琪琪 我不得不说你的幽默感确实很有趣 你提到中芯国际 是的 他们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我们必须承认 与ASML的技术相比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这次的出口管制 不仅仅是对技术设备的限制 还包括了维护服务和备件的限制 这就好比你买了一辆法拉利 但没有人能给你提供零配件和维修服务 你说这样的法拉利开得出门吗 楚天书 你这比喻倒是挺有意思 可是你忘了 中国的工程师可是出了名的聪明和有创造力 你看我们的高铁技术 原本也是依赖进口 结果现在不仅自己自足 还出口到全世界 维护服务 备件 中国的机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早就有能力自行解决问题 这就像是木兰代附从军 无论敌人多么强大 木兰总能找到办法战胜困难 谢琪琪 虽然你的乐观精神让人佩服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高铁技术和半导体制造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半导体制造涉及到纳米级的精密技术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 根据最新的数据 ASML的设备对全球芯片制造业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追赶上的 这次的管制措施 从长远看 确实会迫使中国加速自主研发 但短期内中国的芯片市场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就像刘备失去了关羽 元气大伤 楚天书 你这比喻挺有趣 但也有点悲观了 中国有句老话 危机及转机 你看 当年我们在航天领域也曾遭遇封锁 但现在我们的嫦娥已经登月 天宫也在太空游刃有余 半导体领域也是如此 当前的困难 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努力攻克技术难关 我们会像曹操在关渡之战中战胜袁绍一样 在绝境中创造奇迹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